任何人不管你那個領域是做麵包的技術 還是在做管理的領域還是做行銷還是什麼 你一定要一萬個小時的扎實的投入才能抬頭 沒有宣傳費用 然後宣傳的途徑就是要 得獎跟演獎 以吳寶春為例子 我是認為他要存活的決心很強 才活下去的決心很強 他說他剛到台北的時候在那個小小的麵包店做完 晚上就在那個趕麵包的下面就鋪木板 就在那裡睡 因為老闆也沒有給他臥室什麼的 反正捲一捲放旁邊就開始供 他說晚上老鼠爬到他身體爬來爬過去 是這樣的 所以他說我一定要成功 然後那個鞋子人家套一個塑膠袋才叫他刺鞋 給他很大的一個傷害 他說我一定要成功 所以比他們成功的壓力 他們會想成功 會想成功他就會一直在想 我要跟人家睡了是什麼東西 能夠自己主動去爭取演講的機會 就開始會講故事 所以我說演講得獎 這兩個是絕對是可以讓自己出頭的一個方式 你為了得獎 你就會去把麵包加上櫃圓這樣 參展也是得獎的一種方式 你不一定說要得到這個什麼台灣巧克力第一名 或者什麼亞洲第一名 不一定要這樣 主動爭取演講的機會 這個對一般來說好像比較難懂 其實可以從社區或者母校開始 或者高餅公會 在開會的時候就去爭取說 我來用半個鐘頭跟大家分享 所以看你要不要而已啊 每次還沒有影響過人 去爭取到了 一禮拜睡不著 很緊張 然後他就會開始想 我要講什麼 那就是他成長的動力 你看吳寶村從一個看到人家都看地上 他以前他不敢看人 走到人都看地上不敢看人 到現在他變成這種這麼多人很敬仰的一個 一個這個英雄 對不對 他就是到處演講 演講的話也可以讓自己 本身得到很多的組織概念的 一個重新的organize 因為你沒有演講 你真的你對自己 到底有哪些優點 什麼什麼 他不會去組織 你為了演講 你就會印出一張吸引人的名片 自我介紹你會寫出吸引人的 這個都是成長嘛 其實演講是一個分享 公開分享 是一個非常好的 訓練自己的方法 訓練領導 這個絕對不能免 我是認為每一個人想 從事創業的過程 或者當店長 至少一個月至少要到量場 要爭取到量場 他一年下來不得了 他一年下來他脫胎放股 產品是 產品透過顧客的嘴巴跟底來講話 真的沒錯 但是自己要透過自己的嘴巴 來做領導 跟對外溝通 對不對 你不能說 人家跟你講什麼 你產品拿出來 直接一句話不講 產品它本身不會取在你的 資格跟你的理念 為了得獎 你就必須對產品下很多的功夫 當你得獎演講以後 現在你為什麼要去做廣告 因為現在Facebook跟Email 每一個人都會替你宣傳